大家好,这里是历史万花镜 明朝红武三年,公元1370年,朱元璋在称帝的第三年终于开始大封功臣 在诸多功臣中最为显赫的莫过于开国六功绝 他们分别是 韩国公李善长,魏国公徐达,郑国公长茂,曹国公李文忠,宋国公冯盛,魏国公邓宇 这六人中,李善长是文臣,长茂是已故名将常玉春的长子 其他四人都是身经百战的开国名将 所以,在后世史书中,很多人都认为明朝开国六功绝是六个人 其实,按照明太祖实录的记载,明朝开国六功绝实际上包含七个人 明太祖实录,卷120记载 三年,赵真就帝,加特进荣禄大夫,驸马都尉,幼祖国,曹国公 意思是,洪武三年,在加封李文忠为曹国公的同时,也加封了李真为曹国公 李文忠是朱元璋的亲外甥 他战功卓绝,被封为曹国公实至名归 那李真又是谁? 他为什么也被封为曹国公? 原来,李真是李文忠的父亲 他是朱元璋的亲姐夫 洪武三年,朱元璋在封赏朱臣的时候 就把李真和李文忠都封为曹国公 用朱元璋的话说,这叫父子同爵 在历史上,李真可能没有他的儿子李文忠出名 但是,他绝对是一个值得尊敬的长者 本集将通过史料,来和大家分享朱元璋称帝后唯一的同辈亲戚李真 希望读完这个人,能引发我们对他的敬意 一,除阳欲故人,狼旧气无声 李真是四周蓄一人,和朱元璋的老家豪洲是林县 当时,朱元璋的父母都是店户,帮地主家种地 而李真的父母有几亩地 虽然每年都有收成,但袁末磕正猛于虎 李真家人口又多,兄弟五个 交完税,也只能勉强虎口 李真是家中长子 他性格敦厚老实,家中又有地 在当时的底层老百姓心目中,算得上是英识人家 正因为如此 朱元璋的父亲,才把次女许配给李真 根据《先考冗希·宫献王矿之》记载 《先考》,《惠真》,《姓李》,是居四周之虚夷 《纯厚笃》,与先笔孝京曹国长公主,是仁祖皇帝,能尽孝道 由于李真死后,被朱元璋追封为《隆溪王》 上述《先考隆溪宫献王矿志》是他的儿子李文中尉,李真写的墓志名 因此内容比较真实 墓志中说,李真和妻子对朱元璋的父亲朱五四 遵封为仁祖称皇帝,非常孝顺 朱元璋的父亲朱五四共有四子二女 其中,朱元璋又名中八,是家中老妈 朱元璋的二姐名叫朱佛女 她在兄弟姐妹们中排行第三 因此,李真虽然是朱元璋的姐夫 但她和朱元璋并不是同一个时代的人 李真出生于元朝大德七年 公元1303年,她比朱元璋大了25岁 所以,李真基本上是看着朱元璋长大的 李真娶了朱佛女后 夫妻二人非常恩爱 明太祖十录记载 长公主姓至孝 为下嫁,时侍父母善成旨意 慎中爱,计嫁,祝真至家 由吉勤俭,是旧姑公顺 朱佛女,封曹国长公主 为出嫁前,对父母非常孝顺 是朱五四夫妻最疼爱的女儿 待她嫁给李真后 帮助李真至家 孝顺公婆 朱佛女平时生活非常简朴 和李真的夫妻感情很好 朱元璋年幼时 家中吃不饱饭 所有的亲戚中 只有李真家中勉强不饿肚子 于是,朱元璋经常赤着脚 跑到李真家中蹭饭 李真对这个小舅子也非常疼爱 有时候自己吃不饱 也要给朱元璋喂饱 因此 朱元璋对李真非常尊敬 朱佛女先后为李真生了两个孩子 长子不幸妖折 只剩下次子李文中 辱名宝 宝十二岁时 须已发生瘟疫 朱佛女病逝 当时朱元璋的父母兄弟早已离世 朱元璋流浪在外 并不知道姐姐已死 元朝制政十一年 红金军起义爆发 次年 朱元璋投奔豪州红金军元帅郭子兴 郭子兴很欣赏他 给他取名为朱元璋 此前一直叫朱崇巴 并把自己的一女马氏 许配给了朱元璋 第二年 朱元璋带着淮西二十四将 南下定远 艰难攻克除州 从此 朱元璋有了自己的立足之地 在除州 朱元璋迎来了李善长 邓玉等重要人物的加入 视力逐渐扩大 有一天 卫兵来禀报朱元璋 有个叫李贞的人 带着孩子前来投奔 朱元璋听到消息 立即撩袍飞奔至门口 出现在他面前的是两个衣衫褴褛之人 细看之下 确定是姐夫李贞和外甥宝儿 朱元璋忍不住眼中热泪 他抱着姐夫和外甥 气不成声 原来 朱元璋前两个月 还曾派人到虚仪打听过二姐全家的去向 得知李贞全家早已不知影踪 朱元璋还颇为担心 如今李贞带着儿子前来 朱元璋嫣能不高兴 英国浪漫主义诗人拜伦 在春世中说 如果我们再相见 事隔今年 我将以和贺你 以眼泪 以沉默 是的 当多年不见的亲人突然相遇时 他们除了眼泪 便只有沉默了 因为满心的思绪 让亲人们无法发声 二 平游不可望 久交念敦敬 李贞之所以会来到除州 是有原因的 李贞自妻子诸佛女去世后 非常伤心 她别无他念 只想着一直在家中照顾父母和幼子 没多久 李贞的父亲也病逝了 李贞便专心侍奉母亲 李贞的母亲脾气不好 李贞如果稍微不顺她心意 她便动辄责骂 明太祖石鹿云 真尝试时 直太夫人怒头其石器于地 真徐石之 石如初 恭敬欲至 意思是说 李贞曾侍奉母亲吃饭 其母因生气 把饭碗扔在地上 李贞怕饭菜浪费 便弯腰捡起饭菜 直接吃了起来 吃完后 对母亲还像当初那样恭敬 可见 李贞是一个性格敦厚 脾气温和的长子 没多久 李贞的四个弟弟要分家 李贞说 父亲虽然去世了 但我们的母亲仍在 怎么能分家 这些田宅等母亲百年之后 我都分给你们四个 我一分都不要 四位弟弟都感觉很惭愧 后来 李贞的母亲去世了 李贞将薄田分给了四个弟弟 没多久 家乡遭到乱兵洗劫 李贞带着儿子 马儿到淮东去避难 在淮东 他听闻 除州的义军元帅朱元璋 就是原来的朱崇巴 于是 李贞决定带着孩子 走到除州投奔小舅子 明太祖实录记载 久之 文尚在除阳 乃携其幼子文中西奔 出入乱兵中 草食露宿 既不能存活 日夜御天 祭宝安父子 于一月 始达除阳见上 当时 淮东属于元朝管辖范围 而淮西朱棣 则被义军占领 因此 从淮东到除州并不容易 需要穿过两军的交战之地 他父子二人 风餐露宿 连夜奔走 靠吃野菜度日 几乎饿死 每天都祈求老天保佑他们父子 经过一个月的漫长路途 终于到达除州 见到了朱元璋 朱元璋见到李贞父子后 才知道他的二姐朱佛女 早已去世 朱元璋摇记二姐 然后 朱元璋对李贞父子非常优厚 不仅给他们分了一座宅邸 连里面的食物 器具 都命人备齐了 李贞对儿子说 无与辱脱离祸乱 得志于此 可谓再生意 况又得所依恩性之后 其何以报 意思是说 咱也俩能脱离战乱来到这里 算是再生一次了 现在又被你舅舅如此厚待 将来何以为报呢 这一年 宝只有十六岁 他的面貌和母亲相似 有一次 朱元璋对宝说 我看到你 就想起了你的母亲 外甥就像儿子一样 你既然到了我这里 以后就有了依靠 而后 朱元璋给宝取名李文忠 后来 朱元璋又收了沐英等养子 李文忠曾改姓朱 他不仅是朱元璋的外甥 更成了朱元璋的养子 跟随朱元璋南征北战 后来 朱元璋攻下南京 元朝叫吉庆 朱元璋改为应天 他把李珍接到南京荣养 而李文忠 则成了朱元璋身边最信任的两个晚辈 另一个是朱元璋的侄子朱文正 元朝制政十七年 朱元璋派猛将胡大海攻打正南一带 张士成趁胡大海攻打朱基的时候 派重兵围困延州 情况紧急 朱元璋麾下大将都不在身边 他心急如焚 李珍说 宝儿如同你的儿子一样 现在你有难处 应该让他为你分忧 在此之前 李文忠虽然上过战场 但从未单独领兵 朱元璋思考再三 决定让李文忠带五千兵马 十元延州 最终 李文忠不负众望 用六天的时间打败张士成的大军 从此成为朱元璋麾下独当一面的格力干将 而后 李文忠再将这一代所向披靡 成为朱元璋收复着南、江西、福建等地的大功臣 明朝建立后 李文忠又跟随徐达、常玉春北伐 常玉春病逝后 李文忠接替常玉春抗击北援、功勋卓政 因此 到了洪武三年 朱元璋大封功臣时 将李文忠列在武将第三 仅次于徐、常 封李文忠为曹国公 又因为李珍是李文忠之父 朱元璋感念李珍和二姐 当年对自己的情义 因此封李珍以为曹国公 父子同爵、赐免死铁券 这样一来 在明朝初年 虽然李珍没有战功 但他也列在了明朝开国六功绝之中 宋代诗人 暴照在《与武侍郎谍》中说 平游不可望 久交念敦敬 意思是说 越是平见时期的情义 越不能忘 越是故交之情 越觉得亲切可敬 朱元璋锋李珍为公爵 大概亦是如此吧 三、昆耀于三世 不敢望本心 在明朝初年 李珍的地位是超然的 李珍是朱元璋登基后 唯一活着的同辈亲戚 他不仅被封为曹国公 赐免死铁券 享受超频的入位 还拥有赤免长朝 赞败不明的权利 即、李珍可以不用天天上朝 即使入宫觐见朱元璋 李官也不能直呼李珍的姓名 而是以官职替代 后来 李珍的孙子逐渐出生 朱元璋都视如己出 李珍的长孙李景龙 次孙李增之 都是朱元璋亲自赐名 明朝初年 有这种待遇的人 只有李珍一个 在明朝 只有王爵才能穿五爪龙袍 但朱元璋却赐给李珍 一件五爪龙袍 李珍十分惶恐 生前从不敢穿 红五三年 李珍被封为曹国公的时候 已经六十七岁 随着他年龄越来越大 进宫的次数越来越少 朱元璋则越来越想念李珍 为了每天都能看到李珍 朱元璋特地在皇宫内 赐李珍一套房子 不仅如此 朱元璋每当一起新年时光 总会跑到李珍那里去 和李珍聊一聊 有时候 朱元璋还细写道 姐夫 我又来你家吃饭了 仿佛小时候到姐夫家蹭饭一样 不仅朱元璋去李珍家 就连马皇后 太子朱镖等人 也经常往李珍家跑 朱元璋的儿女们 俨然把李珍当成家人 从不见外 虽然朱元璋给了李珍极高的待遇 但是李珍却从不忘本 李珍在皇宫内要来一片花园 他亲自除地播种 在院子里种起了庄稼和蔬菜 而且身为公爵 李珍每天以农民自称 李珍常说 一旦富贵而望贫贱 君子不为也 意思是 我现在虽然富贵了 但不能忘记 昔日贫贱时的日子 李珍经常给朱元璋的孩子们 讲自己昔日为农民时的艰难 讲到动情处 他还会潸然落泪 朱元璋每年都会赏赐李珍大量的紧帛 但李珍却把这些紧帛 换成钱财均给穷人 李珍穿衣从不求华丽 他习惯穿粗布衣裳 吃粗陋的饭菜 穿坏了的衣服 还要缝补 朱元璋劝他 不必如此节俭 李珍说 陛下以勤俭教化天下 我在亲戚们中年龄最长 如果奢靡起来 怎么给大家做表率呢 李珍在明朝一共生活了十一年 他对朱元璋一直非常感恩 用他自己的话说 一官昆耀于三世 恩泽庞佩于一门 回京十路之家 未有过于沉者 意思是 陛下对我们三代都有大恩 让我们李家门楣声光 大明朝的有绝世家 没有人有我这种待遇 李珍一生忠厚辛劳 老年时能得到如此高的待遇 也算是福报了 红武十一年三月 李文忠护送秦王朱爽 朱元璋四子 晋王朱刚 朱元璋三子到封地 李珍在京城突然生病 很想念儿子 朱元璋急忙派人给李文忠送信 让后者快马加鞭回来 可等李文忠归来 已经到了六月 这时 李珍已经病重 他见李文忠回来 悲喜交加 突然说不出话了 朱元璋听闻李珍病情加重 连忙亲自去看望李珍 明太祖实录记载 上职珍守问约 还时正否 真仰哭已对 上洒气乌液不能止 有请 上桓宫中 使相继问疑 至逝轰 年七十有六 上阵道 绝世朝三日 朱元璋来到李珍的床边 对李珍说 你还认得我吗? 李珍躺在床上 虽然不能说话 但却哭了起来 朱元璋也哭个不停 朱元璋回宫后 连续派人询问李珍的情况 没多久 李珍病死 享年七十六岁 朱元璋十分伤心 下旨绝朝三日 李珍去世后 朱元璋和太子朱镖 亲临他的葬礼 朱元璋下旨追风李珍为隆溪王 赐他穿五爪龙袍 与朱元璋的二姐诸佛女合葬 李珍葬于老家虚仪 待李珍的灵舅被送出京城时 朱元璋亲自到西城楼送别 直到送葬的人群的背影消失了 朱元璋才哭着回宫 万古道经同此恨 闻情类禁欲如何 朱元璋对姐夫李珍的情感 绝不是作秀 而是发自肺腑的悲痛 四 知足者父 不失其所者久 李珍从元智正十三年 公元一千三百五十三年 投奔朱元璋 当时他已经五十岁 到红五十一年 公元一千三百七十八年 去世 他在朱元璋的身边 一共待了三十六年 正所谓 前半生一世不周 后半生一世无忧 在小编看来 纵然李珍的前后半生 有着不同的命运 但他的心态 依然没有改变 他虽享受爵位 却不忘农民本色 他虽有条件中名鼎时 却执着于粗茶淡饭 他虽然可以安享富贵 但却依然勤俭 节约 敦厚 恭敬 不管身处何位 李珍还是那个李珍 这便是李珍最可贵之处 道德经有云 知足者富 不失其所者久 意思是 知道满足的人 才算富有 不失本心的人 才能长久 抛却李珍的封建公爵的身份 李珍的品质 不正是勤俭节约 不忘初心优良品德的缩影吗? 牢记初心之志 更续优良传统 当代毒使人 向李珍致敬 好了 本集节目就和大家分享到这了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次再会